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打工打了七八年 回来也就个三年时间吧 然后我们在襄阳又买了房子 我按这块它是做淘宝 偶尔我路过一工地 两个师傅在那一边踩纸 然后一边又刷再上墙 我在想上墙这道工序不能解决 但是我能不能解决你材质跟那个刷胶问题呢 应该可以 因为我学机械 当时就在想我用什么机构来实现这个功能 最后我就看它的刷胶的过程 能不能就是用滚筒这种原理 然后代替来刷胶吗 第一代机器我做出来以后呢 我感觉到呢还是有一定的缺陷 有些师傅觉得可以用它能调好 调不好的人给我造成退机啊 我一个月退了20台左右吧 当时呢实际上压力也挺大 我得想怎么把这个机器改进呢 如果我不改进的话 我又没办法用一个很简单的教会别人怎么去调嘛 所以我又去找了一些壁纸师傅去聊 还有一个困扰的问题 可不可以不用谈话 突然有一天呢 我在网上查资料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老外玩瓷铁嘛 瓷铁可以吸 那我用强词可以代替弹簧嘛 然后就演变了这个结构 还有就是我们第一代的那个机械结构嘛 不是两个齿轮放一起吗 会跳齿 所以呢我把这个齿轮呢改了 也不用弹簧了嘛 这样我用尖细来解决咱上较厚薄的问题 而且翻盖的一翻起来容易拉壁纸进来嘛 这一代机器出来后 它也解决了上一代的问题 它也能就是说一个人呢 自己摇自己做 能打到就是说 瞧鸡的时候很方便 纯脂的问题当时呢 就是我有一天到工地上去观察师傅嘛 然后因为工地上有很多才刷的墙嘛 你可能不注意就会蹭到嘛 我蹭到了我的那个背包上了 然后呢我自己拍一拍 当时我拍的时候我一看 咦 这个咱们背包的材料都是汁的嘛 摩擦力也不错 还能粘灰还能拍掉 我在想 我如果说用纤维布这种材料 然后把它卷成滚筒 然后再去加工 咦 这个材料肯定的摩擦力也很好啊 我到有条件的厂订购 试了几次才把这个材料试验出来 而且还要附带解决一个问题 以前滚筒都是带螺纹的呀 如果它不做螺纹呢 胶呢很难挤压上去 这种材质确实摩擦力很好 然后呢又能达到我现在把滚筒做平 然后呢又能调节上胶量的厚度 还能均匀 然后又提出来 咱们又能做成电动的呀 电动呢我就做成那个编程的 在程序空间 做电动呢就说 第一少一个人嘛 第二呢效率会高 能不能几个师傅 合用一个电动的 填两道工具型的嘛 必须往上一放 然后直接去缺焦了一道就可以了 这台机器出来后 我相当的自信呢 实际使用的也可以 但我们在工艺上 试用的情况下呢 也是不错的 从事 他已经有效率又好 他已经有坏了 他自己的强力了 他自己的强力了 我是袁胖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发明的呢 叫做邓富强 国家富强的意思 他是我们湖南老乡啊 以前他是当大学老师 后来呢他就 觉得兴奋机这个行业在未来 会很不错 所以呢他就一直以来 就研究了十年兴奋机 他发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呢就是发现这个兴奋机 东西是好 但是很难进入这个家庭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啊 这个兴奋机啊 他安装困难 第二呢他价格太高了 所以呢他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他发明了一个东西 直接把这个兴奋机的孔 直接对到外面 然后呢你都不需要打孔 就直接在窗户上进行安装了 五分钟就可以完成 所以呢就很多的人都用上了他这个兴奋机 而且他这个兴奋机很便宜啊 以前一个兴奋机可能两万块钱 现在他这个兴奋机就六千块钱 所以呢如果你对这个兴奋机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上发明迷网站去看一下 进行投票的呢 你直接点击链接了解更多就OK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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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